真理事越变越明 行动党每天都在敲锣打鼓 自夸西蒙比国阵政府拨给华教更多拨款 甚至说很多拨款是西蒙开始的 以前国阵没有给 但是原来全部是车大炮 行动党骗很大系列 就整理了行动党讲天话不用本 让外界误以为西蒙拨款真的有增加 但事实是他们用误导的方法 来蒙骗读者 现在就让我们逐个看 行动党说西蒙上台后给华中1500万拨款 2020年增加到2000万 但实际上华中拨款在国阵时已开始 最高曾拨款3000万比西蒙高 行动党说2018和2019年各拨款2000万 即与华小增监搬迁 但实际上是 国阵曾在2010年拨款9500万 与华小增监搬迁 西蒙拨款不是新鲜事 行动党所谓每年2000万 其实是国阵特别给10加6华小计划的专有拨款 每年2000万 5年共1亿 行动党却把这些拨款当作是全国华小增监搬迁拨款 这表示10加6华小计划的专有拨款已被挪用 西蒙说 西蒙拨款1200万补助半斤华小水电费 但实际上是 国阵每年拨出总数超过5000万零级的水电费 今天于半斤华小 西蒙说 公益金拨款2000万给全金华小维修费 以及拨款500万给华中建校基金 但实际上是行动党可以把公益金混淆为政府拨款 事实上 公益金过去都有拨款给华小 但公益金不是政府拨款 不能混为一谈 2011年 行动党国会议员过速轻批评 公益金是企业家收购大麻财后设立 国阵不应该自己领功也不应该误导群众和自我吹嘘 西蒙说 蓝曼大学学院获4550万拨款比国阵更多 但实际上是 蓝曼在国阵时期最高层获超过6000万行政和发展拨款 西蒙执政后 蓝曼行政拨款被完全取消 发展拨款也从2019年550万削减至2020年100万 财政部拨4000万令吉于蓝曼校友基金会 并不是拨给蓝曼主存基金 有关拨款作为学生奖学金 不是专门为蓝曼而设 也没有列入预算 与过去国阵在编制内拨给蓝曼顶限6000万的行政拨款 完全是两码子的事 西蒙说 三间民办大专、信纪园、南方和寒江大学学院 各获200万共600万的拨款 但实际上是 西蒙拨款三所大学学院是基于政治考量 因西蒙砍了拉曼行政拨款 为华河外界非议而拨款三院 但比起拉曼6000万拨款 三院平分600万只为敷衍华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心